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服务的工作 可能会面对到不同的一些情况 或者一些病人之类可能会 所以也希望大家就着一些佛教上的问题 怎样去看或者解决我们在思想上 情感上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同学也都很好 越早就提了一些问题给我 让我都可以看一看 因为发觉我看一看之后 反而问题个个都能回答 我想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有些什么问题问了 我就想简单地去概括一下 不同类型的一些问题 我会看到里面有些问题 就是就个病人的心态来问 例如他会问 我不想死 可不可以治好我的病 是否信佛律马上有得救 别人信耶稣去上天堂 你会发觉有些这样的问题 又或者可能反过来说 别人说拜观音就保佑我 怎样我拜都不行 这些一类感 或者为什么那些人平时的品德 都这么差都没有病 为什么我又病成这样 我想这些都会看到 是从一个人的情绪 乃至到因为他处于一个疫境里面 一些困难里面 他很想离开自己一些不愉快的环境情况 所以他会提出一些这样的问题 如果假如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跟他这样谈 很容易去说 但作为一个病人 你很难很灵性地跟他说 而且你也很难处理他的问题 因为他的问题是不能处理的 如果你真的跟他处理他的问题 那你就真的不能再说下去 或者说信什么就能够 我信了和你能够够 你可不可以跟他答应 所以我们会看 当我们处理这样的环境 或者做一些服务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要保持一个很清晰 很理性去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你作为一个可能 离前退到一个辅导员 那么高的层次也好 其实你也是一个辅导的角色 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这样的角色出现的话 我会去看佛陀都教我们很多很理性 我们知道人生究竟是怎样 我们也很明白 每人都每一生生老病死 这个是很自然的 好像今天我们那一堂里都讲了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样接受人生生老病死 才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 但是这些问题的 问出来的人 正正就是因为他人生上面有很多困境 乃至到他的人生里面 可能只是着重了 我美好的一面就是我人生 负面的一面当然不是我人生 所以当他这样看的时候 他一定会逃避 他会病会死 这些问题 甚至乎当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情绪会很大 会对这些问题觉得 为什么有些东西加在我身上 我不想要这些东西 为什么我都要喝这些东西 不过你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普通 和人家辅导的人 我觉得要这样想 第一 你不是救世主 你解决不了世界里面 一些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问题 变成了你要和他怎么解决 第二 你看的时候 你会知道 他这个说话很非离性 是人家知道 这些说话没有答案 是吧 你怎样和他可以follow到呢 不如跟进 也不能跟进 所以你自己都要知道 原来他在情感上 在他自己思想上 陷入了一种比较混乱的情风 那你是不是还会搞他这些东西呢 你是不是要跟他说 不是啊 你想错了 这样的话 你真的再说 也不用再说 两句踢你走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在这些地方里面 第一 你要知道 他的问题 其实不需要回答 你只要 要认同他一些感受 要让他知道 你觉得很辛苦 很明白你现在的病 可能令到你很困扰 只要有一些认同 对他 所以我们要答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也要守回 我们的某些大原则 就是说 其实一件事你是答不了 你就知道你不应该去答 但你同时要明白 他在情感上 他有一个很深 需要别人去帮他 舒缓他那种感受 那你怎样去给他 适当的 认同和支援呢 另外一样就是 他这样问得来的话 其实他的思路 已经是比较运烈 他只能想一样东西 就是不想现在的面状 不想接受现在的东西 你跟他去做的话 你就要给他一些出路 所以就不会跟他 在他的感受上 再认知他 他对还是不对 在理性上 也不能跟他说 如何分析人生 这些事情 可能说不到那么多 给他听 他也听不到 所以只能给他一些东西 所以只能给他一些东西 做行 给他一些东西 譬如我们相信 某些善行 能够改变到人生 我们觉得 你可以做一些善意 给他一些行为上 或者如果他可能对佛教 也有些接受 这些教训他有少少练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看 我们去处理一个人的时候 其实有三部分 今天也提过的 有理性的 有一个认知的部分 有一个情感的部分 乃至一个行为的部分 这三个是一个联系的 当有一块 动不了 我们会动其他两块 情感那边 你不能跟他再否定 他真的很辛苦 你只能去接受 认同那种情绪 在理性上 他根本在这个环境 你不能再跟他说佛教种种的道理 你怎么还说恩果 你还能因得善果 你还能因得现在 你会出事的 是吧 就算你的心里会觉得 可能他有些业障 也好 但你也不能出口 但是我们再深入一点看 一个人有逆境 不一定是纯粹过去的业障 现世都可以 是吧 他今世饮食都不折制 所以他的身体上出事 这个很正常 不关过他事 是吧 所以我们不要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 就想他全世界有些问题 如果这样看东西的话 我们就变成了宿命 不是佛教的缘起 是吧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 甚至乎每个人的逆境 可以是 逆境是有一些颠倒的人 加害给我们 等于昨天 哇 这个什么 同楼环 有个不知什么人 他这样扔东西 是吧 这个不一定是因为我前世欠他什么 这个就是现世的人做了颠倒的行为 而带给现世的人一些不同的影响和同腐 他自己做的业 是吧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一个人病 没有想到在前世里面有什么问题 我们每个人作为人有共业 有共业就是有生路病死 是吧 你一出生生路病死 所以他现在有病 有什么大不了 想到一个很负面的事情上面 是吧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首先要先澄清自己的价值 要不然你要带一个很负面的方式去看人 你会觉得他在医院里面有什么 当然前世有什么问题 哇 你这样做不到辅导 你不用做 你回家就可以了 是吧 你想想是吧 你这样看 你用业障解决所有问题 在街会行会 就知道前世有好人 是吧 睡在医院里面有好人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用做 是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佛教所的业步 轮回的思想 和你去面对这个人 他现在有这种困难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作为人的话 我们就有共业 这种共业就会令到我们 会有共同的面对问题 每个人都会有生路病死 是吧 而且生路病死也是很自然的事 没有什么业不业障 是吧 难道你业障好就不用老吗 是吧 我不想 你都会病 你都会在病里面困扰 不同程度的困扰 每个人都会有 所以在这里面我会看 如果有人问你这些问题的话 但是呢 你应该要扣住这些 作为一个中心 自己想 我怎样定会跟他聊天 因为没有一个必然的答案 大家要记住 因为看个人的年纪 个人八九十岁 他自己都很模糊的话 你很难再说很多很理性的东西 很多很理论的东西 是吧 你只能够在一些行为上面教他念阿佛 又或者可能是告诉他 怎样去在说话上面 或者跟人相处上面 传一个好心 是吧 让他这个思维上的意义 去推动他自己身后的善意 所以我想 这是你们可以跟他谈的时候 去做的一些自己有个立场 在这里面 另外呢 就说 虽然自己有病 不想放弃 坚持呢 就要学习 但当痛的时候呢 怎样去舒缓呢 用什么方法去减低这个痛楚呢 可能都会 那时都会遇到病人 都会问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 痛是一个很实在的感受 就是当他痛的时候 你没有可能离他不同 除非这几样东西 来吧 但是浸 食指痛症 是吧 这是在医生的层面 医疗的层面 他们会做的事情 但是你说 远少少都不痛得 有没有可能的 没有可能 是吧 是吧 他必然都会面对你 在疾病里面 带给他的一些痛苦的 但是如果是很严重的话 我想医疗的人都会为他解决了 相反 在这些问题里面 可能来自的是自己个人的困扰 乃至是真的有一些痛 他要承受 他都不想 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想可以这样看 但是如果学过禅修的人都会知道 如果你把你的心集中在你自己的身体上 你病啊 没什么可以做的 是不是 就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最感受的心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身体 那你一定不知道痛得很辛苦 因为你的精神集中在你身体上 所以你不断感受自己的身体不舒服 有种种的痛 是吧 所以有些痛了 你就会觉得很辛苦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你可能就要教他 或者帮一下他 如何转移一些其他东西去做 让他的情绪 让他的心 可能集中在其他东西上面 那他就没有那么 只是感受自己的肉体上面 每一剎那种感受 那他就可以暂时舒缓一些 或者转移了多少少 那如果真的严重 一定是用医护人员去服药 或者打针的 这个 你不可能说 哎呀我有方法 你念佛就不痛了 这样 念佛只是把他的注液 转到佛号那里而已 是吧 又或者你可能和他聊天 他也会不痛的 你会和他聊天 说说其他东西 或者说过去的开心的东西 或者其他东西 或者说一些生活上 他认为可以大家谈谈的事情 他谈谈谈 可能他觉得 集中在和他聊天的话 他的情绪 乃至他那个痛苦的感觉 可能会减低了 我想这个 是我们要明白 你是帮不到他解决这些事情 你只能够透过这些技巧 令他转移 就是这样 另外也会有一些人说 我有病 认为 有疫苗 但我儿子那么小 我还没有了爸爸 很惨的 如果我前世真的做错了些什么 过在我身上 就算了 为什么过在家人那里呢 可能也有些人会这样问 你觉得这个问题难不难答 这个问题不难答 一点都不难答 对 对 他病 认命 他儿子小 没有了爸爸 如果他说 如果他解决给你 你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 你会想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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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么想到他 你有些人回答他 会很回答 大件事的时候 你就这样认同他 对 有什么可以令到他 即是把他 他应命那样东西 化了他 即是让他儿子 或者家庭接受这件事 然后让他家人 冒陷地去接受他死 我想这个里面 一样 要让他知道 有病 不一定就无得救 对吧 因为他很负面看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要让他这些负面的东西 已经拖下去 我们认同他的负面 我们也要保持 其实这件事 我们应该怎么看 会更加合理一些 更加合荡一些 是吧 那我们最低的 有些人会说 哎 我们要向正面去想 是吧 正面去想 对人是有帮助 如果向负面想 想太多 有病也变 没有病也变 有病 自己都会屈住 都不行了 即是你要明白 他看走了 太负面了 你要摆回他去看 就是 病会说人都会有机会有 但是我们只要肯去尝试配合 其实仍然有机会 仍然都会有好转 你不要说我们好回 好转 就是要用字眼很紧厌 即是不要 尤其他人说的时候 不要变成一些 好像写包单 碰就得的 即不是事就是非的东西 有时要说一些 可能宽松一点的内容 的说话 令人感觉 嗯 有一个正向的看东西方法 因为我们习惯说话 很多时候都是很肯定的 不是黑在白 甚至乎这些东西 好像有时会答应某些 尤其是你做辅导 你很难答应他任何东西 你千万不要答应他这么多东西 因为你未必做到 对不对 如果你答应了 你会变成了一个很重的包袱 当有一天你做不到 或者你忘记做 那你怎样呢 是吧 第二 做这件事的话 不是你想想中很简单去做 你不是不做 但你不要给他感觉 你答应了我 你会做了 这个也是重要的 你会让他知道 你会尽不尽力去协助他 跟他一起去面对 或者去寻找帮忙的一些情况 但你不要承担 好像让他觉得 我什么都靠你了 这个也是重要的 在这些情况里面 我们会看到 而至于他说 儿子 妈妈那些东西 其实 你会看会到 你可以让他看到 成长不仅是要一个人 很多人都可以令他成长 是吧 你都可以令他成长 是其中一个 他的家人 或者社会里面 其实都可以令你的小孩有成长 不需要太担心 甚至如果你理解他的背景 你可以说 你成长的时候 有什么人帮你呢 他说 都没有的 我都是自己的 如果他有这种经历的时候 他会发觉 原来不一定要 只是父母 才令一个人成长 那你就把他放在正面 一点 去看 原来一个人成长 可以有很多方面 都可以帮忙 包括朋友 亲人 勞师 社工 或者社会上有热心的人 其实都可以 反过来 是不是有父母 就可以成长 都不一定 不过你不要这么说 是吧 你的心里 你不明白一样 有时候说话 就要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着病人 或者发问这个问题的人 的内心里面 他有很多的盲点 他也有很多非理性的 一些情感上的东西 想宣洩 想祈求 你要看到 所以我们要听的时候 不要只听他表面说的东西 不要只听他表面说话的意思 你要再想清楚一点 其实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说背后 他有什么需要呢 你在回应他背后 最根本的需要 他恐惧 他小孩成长里面出事 是吧 是吧 所以这里面 是否要 你可以看到 他成长里面 其实这个社会 有很多好的智会 你的福利都不错 是吧 有很多好的老师 或者是有 他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亲人 就是从这些 让他想到阔一点 正面一点 看回他就算有什么事 都好 其实未必 就是他想得这么负面 至于报备自己 报备自己 报备家人 那些 你又不要给他那些 很刻意的 乃至到很 特殊化了的 那种传统中国人的观念 自己有什么事 就会陀害了家人 或者影响了子孙 还是专业的问题 我们会反过来 去看回 就是说 用一个比较正确的 严厉的思想 每个人 他自己的经历 都有自己的 不同的恩怨在里面 所以你反过来 说有恩怨 可能小朋友 也有自己福德恩怨 不需要太担心 是吧 就是给一个这样的正面 所以不要把缘起或业力 从一个负面看 其实都可以从正面看 就是你要这样去 黄花向这一面 我们才不会被人带着 我们走向一个负面的看法 很多时候我想 很多人问你这些问题 你就会觉得 站在那裡 糟了 怎么回答呢 是不是 还有你甚至可能觉得 我怎样能解得明白它呢 如果假如我去看 我未必会解决它 如果假如我去做 我未必会解决它 因为这个 不是一个很理性的思想 但你也不在这个时候 跟它去辩论 你想得对 想得不对 也没有什么需要 所以 要看那个人 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 他只是担心一些意 对吧 反过来 如果他的儿子 读书都勒勒勒勒勒勒 你也不需要太担心 对吧 你的小朋友也很乖 或者你的小朋友也很生性 一类的话 就平衡一下他的心情 让他想得好一点 另外 他说 我以时日无多 知道死亡是一个过程 随意而受报 但心里面仍有恐惧和不安 我怎样去调伏呢 要看他是不是佛教徒 如果佛教徒很容易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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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生里面 会继续延续 生命之后 不断向前走 你这生既然已经是佛教徒 有种种福德恩怨 我们只要能够把握主要东西 继续向前去做好自己 其实 你今生总结自己好不好 你都算一个好人 好人当然有什么 很恐怖 所以不需要担心 继续 如果他是佛教徒 根本就很容易说 对不对 因为我估计他是佛教徒 他也不会差得很严重 既然不差得很严重 那担心什么呢 有些人会担心 就说 哎呀我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那可能都会怕 我现在有病了 我当然已经往报了 我们每一般去看业报 就不是用一件两件事去想的 是用它整个人生的大的争论去看 就等于我们砍树 一棵树砍到那么上下跌去哪一面 知道吗 知道吗 是10G的 砍到那么上下 那棵树碟向哪一面 一定知道的 一个人的行为都一样 他基本上都已经是向善的话 其实你下山根本不需要太担心 作为佛教徒更加不会担心 这样 因为你已经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走 你只会比今生更好 没什么需要担心 所以如果他在佛教徒 你就用一样东西去给他平复 人生就只是这个不断的连续 在这个连续里面 我们只是去每一生去检视自己的问题 和改善自己的问题 我们既然来这一生已经改善了一点 下一生应该比今生更好 你已经改善了一些问题 是不是应该比今生更好 是的 我更好不用担心 就是这样 如果他不在佛教徒 那你就要看 他的死亡的恐惧是怎样 很多人都是不想消失 只觉得人死如灯面 人死有什么都没有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我会消失 所以如果他因为怕一些的话 你可以跟佛教说缘起 不要说灵回业报 因为说业报很多时候 你牵涉到善望的一个判断的问题 今天我们会说 我们佛教去看 人生都是缘起的 缘起缘灭 我们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每一刹那地向前发展 就好像从小孩发展到现在 我们现在也不会突然消失 都会继续发展到我们将来 这样 人生是有将来的 只要我能够找一些机会 我们好好地将我们的生命去运用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命运的将来 我会这样去看 甚至对死亡的看法就是 死亡其实是给人的一种思念 假如反过来看 人不死的话就死了 是吧 一直老下去 怎么办 是吧 所以死有时是一种解决 但你不可以这样跟他说 你都自己知道 对不对 你都要从死亡上去看 从一个负面去看 死亡是好东西 因为人会死才会现在努力一点 你珍惜现在的生命 珍惜现在所有的事 你才会做好你现在应该做的事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会回来 所以你更加会对现在的时间 生命所做的事 你会更加珍惜 但是作为一个人 他有病有性的时候 他不一定是死的 不要一想着病就会死的 是吧 是吧 很多东西都有奇迹的 这个世界里面 虽然真的有些重病的话 他那个走不掉 都会走向最终的死亡 但是我们都不会看到死亡 是一个不好的事 因为我最喜欢人庄子的故事 是吧 是吧 庄子就说 那个女孩出嫁 他妈妈就叫他嫁 但是 那个女孩不嫁之前 就跟妈妈说 我不想嫁 很害怕 我不嫁得不行 但是妈妈就说 不行 你也要嫁 一嫁就嫁到那边 好多好 好多好多 是吧 人对死亡也是一个迷 就是我们对死亡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产生很大的 负面的情绪的影响 但是其实死亡 我们知道很远过 但是我们不需要想到太负面 去看 反而如果我平常心去看 每个人都会死亡 我们都要作为人 我们要认识这个是事实 不要加正面 都是负面这么多东西下去 是反过来看这个是事实 就算我们多不愿意 其实人都会 最终都会死亡 这个是人生的常态 亦都因为在这个常态里面 人才会对自己身边一切的东西 讲得真实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 在这些地方里面 令到他对死亡的恐惧 会减低呢 你可以用佛教的观念来看 佛教因为生命是不断延续 我们会有不同的机会 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不断改善自己 我经常去看轮回 我都是从正面来看的 轮回就是给你每一生的机会 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轮回的意义 对生命的意义 所以你来这里 其中一个意义就是 怎样能够做得更好呢 但当我们不在这一天 我们看一转头 原来我们做的东西比以前更坏 不知你一生就失败了 所以我们看一转头 如果我们能够走过的路里面 有很多东西我已经能够进步了 那我们不忘自身 所以我们经常都看着轮回是一个成长的历程 怎样给我们有机会 透过用经验的累积 你讲业力 我终于讲经验 用经验作为一个累积 去令人更有智慧 令人更能够处理生命里面的问题 所以老是好东西 因为人老才有经验 你十凌二十岁有什么经验 只懂得不开心就发脾气 是这样的 但你到五十岁六十岁 还是这样发脾气 就没有成长觉 所以你看到一般人 四五十岁会开始 懂得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多些 就算多不开心 都知道在什么时候 不应该去表现得不理想 这个就是你在控制你自己 在处理自己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也应该用这个态度去看 面对生死 其实人就是这样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乃至到我觉得 很多人去怕谈生死 不想说死 不想说病 反而我觉得 在辅导的过程 或者接触过程里面 如何令他开放 让他觉得人会病 会有生命的威胁等等 其实都是每个人会面对的事 如果真的病的时候 有些不开心 或者痛苦 或者等待情绪 反而就是跟人去谈傻一下 跟人去表达一下 这种开放 反而是帮到他 因为他能够说自己病 接受自己病 他就会和家人有更多沟通 他可以更开放自己病的情况 别人敢跟他说多些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不说他 不说他 大家就去到没有东西 所以探亲重病 那些有没有东西 是韩国的 但现在看我看 去吃东西 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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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很美味 但没有话说 又不敢说 最初只会看到自己睡 他会睡一觉 笑 厉害 知道可能不知道 但他又害怕 所以反而我觉得他们会不敢跟家人说 有时相反一些陌生人会会跟你说多些 可能会如何转去被他宣洩一下情绪 他可能会很害怕我 他可能会觉得很担心我 这些东西可能他会跟你们说会不出奇 他反而不跟家人说 他会跟你们说 因为觉得说完之后你们就走了 算了 说了就算了 他也不想家人担心 很多时候家人又觉得又不敢跟他说 又怕他担心 大家都在估对方 这也是很多事一般人的心理状况 大家就估估一下 最后就是他一个人承受他自己的问题 乃至他可能他辛苦不想说出来 如果家人有一个长期病患的时候 他那个情绪或者斗志会因为这样慢慢消磨 在消磨里面究竟怎样可以帮助他呢 那就是一定要让他说 他自己去面对 他自己去说 因为人们说自己的问题 你不要以为他担心 说一说他会说明自己的 很奇怪 他说自己的问题 说一说不用你拿答案 因为他说的过程 他自己讲通了自己 他知道答案在哪里 他会搞什么 所以他尽量让他说一说 就不要打断他那么多 让他说一说 但适当时 如果他太负面 你可能要说一两句 正面一点的 如何看这件事 就不要接受他全部的负面 一种看东西的方法 不住不住 很疼 忍不住 想安乐死 这也是很负真意的问题 我们作为佛教徒 这个没有可能做的事 可能死 因为会牵涉到一个 戒律上的种种问题 所以当他有这种情况 其实你要看他真的想死 假如他不是现在这样想死 他一定不想死 所以他的目的不是想死 他的情况就是 现在他太辛苦了 他有很多事情 他自己不能支持下去 他不能够面对得到 他的问题在这 所以不是跟他讨论 能不能安乐死 我能不能帮他安乐死 所以你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跟他想这些东西 你就看错了问题 相反你真的要看 他现在有些事情 他很难接受 他在他的情绪、思想、 心理、心理承受不了 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舒缓呢 有没有其他出路呢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能力 所以当面对到这些问题 其实你们应该会在你接触上面 应该有指引去处理这些东西才对的 就不是你一个人去处理它 或者帮它做些什么 乃至到这些问题 你发觉一路这样听下去 你作为一个很多人去帮忙做辅导 你猜有什么结果 你猜有什么结果 你自己都很大心理压力的 你自己的情绪 乃至你自己的人生里 有很多东西 是会不断被这些东西刺激 而会引发的 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健康的心灵 你做得一段时间 其实你会很辛苦 甚至你自己都会出事的 所以做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 如果在社工界那边 是要这样一刻就要去refresh一下 甚至有个team 自己的team也会说话 他需要一个自己的智慧 可能自己看不到自己 原来走进一个很负面的话 他也要透过一个小组自己 去帮回自己 所以如果大家去面对这些事 我认为一开始也会弄得这么激 应该是吧 可能他未必接触到一些 真是这么条条的问题 是吧 所以现在呢 大家是很好地去想了一些 可能的感觉 很多大家想到的问题 但是 这个也是重要的 我刚才一开始说 你要听人说的 不是听他表面的话 是要听他心底背后 他在想什么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只是回应他表面的话 其实你未必真正在帮他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反而是要多些思考 用心去聆听 真的 还有 对佛教的 对人生观 价值观 其实你都需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理解 和一个很正面的 对佛教的一种看法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这么多负面的 不好的东西说来说的时候 你就会不清楚 佛教的价值观和精神的时候 你很容易都套入了 一般传统的 一般世俗的人的想法 你认同了这种价值 你就不是为佛教里面 去辅导人 你也不知道佛教的那种态度如何看 这样你就可能会出了其他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作为一个佛教的团体的角色 去做一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 不只是服务很简单 你要在你那个宗教的层面上面 如何理解那个人生价值的东西 你要更加清晰 如果不是的话 你讲的东西出来 可能会有误导的成分 甚至火灵 你也不是想这样去看 其实你以为是 会带出了一些更加多其他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面 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 另一个就是 我没有人没有物又生病了 你说怎样呢? 你听到那些说话 你觉得他怎样? 他想人照顾他 你会告诉他 我不用怕政府有什么 安老服务 是吧? 有些不同的团体都会关心 在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给他有一种感觉就是 原来他不是没有人来的 他在社会上有一个制度 在帮助他这类的需要的人 因为他的感觉就是在他心里面 便会觉得安全一些 又或者是 我去了老伴没有人照顾 我怕他会做傻事 这些都是人自己面对困难 自己害怕 记住另一半 又出事 种种 那你会怎样抖呢? 真的没有了一个朋友 那怎样呢? 只要没有了自己 另一半剩下一半 很寂寞 那怎样呢? 那你便叫他 鼓励他多些认识朋友 是吧? 真的 这个是扩复圈子 你不一定叫他认识朋友 扩复有自己生活的圈子 多些兴趣 那便会比较好些 是吧? 那 其实这些我想 都是一些很表面的事情 我想大家在一般人制的相处 我想这些都不是很难 去讲的问题 另外 《心经》有说 不问皆空 但我现在这么苦 何时可以跳出苦海? 这个里面 你不可以长相路说那么多 这个时候 可能要用一些别时意趣 跟他说话 这个别时意趣 你用心念佛 你用心念佛 将来便会静土 这些别时意趣 就是说 其实不是一念佛便会静土 是念佛慢慢有影响 你用心念佛正信 再经过一段时间修行 将来便会静土 是吧? 但你很快便会说 因为你 要念佛便会静土 但中间有些东西 你不要说那么多 因为他搞不定 对不对? 你又不是骗他 没有骗过他 是事实 对不对? 这些别时意趣 有时是挺好用的 就等于 《金刚经》四句计 是吧? 念四句计那些福德 无量无边 是人都念 一样是别时意趣 对不对? 就是你能够念这几句计 念这几句计 你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你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就可以空 是吧? 你能够空 哇! 生命里有很多颠倒 执着你就放下 你能够放下 你就利益众生 你就能够积聚无量福德 是吧? 是这样的 不过中间不讲而已 是吧? 有时 这些病人有个颠倒 你这些也要用一些别时意趣 你会觉得有些希望 是吧? 这些也不是说谎的 是事实来的 你真是明白这些道理 你真是去念法 你就可以有这种 宗教上的信仰的力 在里面 所以有时 如果假如他对宗教 或者佛教里面 他都有一种倾向 想接受 当然你可以去给他 但如果你没有 你不要强力来 这不是全教的地方 你是去做一个 支援他的情绪 或者心灵上的需要 不过你现在是以一个 佛教徒的角色 去做这种支援 而不是说我现在来 教你信什么教 有时大家要明白 那个角色 那个环境 是如何去取舍 所以你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令到他 恢复一个平静一点的心灵 要能够让他有一种 在他人生上 在一个悦境里面 有多些温暖 多些对他的生命 这种关闻支持 这个反而是他最重要 需要的东西 你说些什么 要是没有很厉害 所以有些说话 如果能帮到他 那就可以了 为什么他什么时候 那么痛苦 跳出苦海 因为他教他念佛 跳出苦海 是吧 你念《金光经》的四句解 念一下就福德无量 跳出苦海 希望他念一下就放下 一些无聊的东西 是吧 再不合计计《心经》 什么都无聊 那就可以了 因为很无聊的时候 他就会很多东西 他觉悟到那边无聊的东西 就不要这么执着 因为不太多这种颠倒的无聊的执着 人就会平静一点 就是社会 当然了 你当然要补充一些正确的道理下去 当然你不是这样叫他 念了《心经》之后不理他 他念一下念一下 有空又说多两句 慢慢寸两句下去 是吧 将那个思想调教到一个比较合理点 正确点去反触《心经》 是吧 我心经讲原理而已 就是因缘无合而已 你没讲到什么都没有 因缘无合所以就会病 但是因缘无合也会健康 要用这样的道理去看 于是我病而已 只是因缘无合而已 经理不了这么说 是吧 但如果我能够积极去看 因缘无合 我就可以康复 我可以有健康的人生 一样都可以 知道吗 一定要讲这些东西 面对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呢 你自己对佛教的价值观 你能够拿出来运用呢 又或者你自己个人的价值观 因为我估计如果你去做服务的时候 其实佛教价值观你又用 普通人生观你又用 是吧 但你怎样能够在这两方面 你自己协助得到 甚至乎这两者是不会冲突的呢 你自己要做你的功夫 所以在我很多年前 我想差不多十年前 我都处理过 看过一些佛教辅导的问题 去研究过一个辅导员 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时候 你应该有什么装备 所以佛教辅导应该怎么想呢 但是我会看 以佛教作为一个核心价值去做辅导的时候 作为一个辅导员 你自己个人的人生观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你才由你去可以影响到人 乃至那个人 因为要辅导一个人的时候 他一定想捱到你的 人是这样的 人是这样的 有个靠山 是吧 所以你一进去就会躲到你的 你要记住 但如果躲到你的时候 你什么都承受了 你躲到一个 OK 再做好复 躲到两个 躲到三个 躲到十个的时候 你就会出事 你自己就会出事 所以我们都需要在这些地方里面 是要调节自己的一种态度 或自己的角色 各方面 所以我第一句就是 你不要把自己当作够世主 你不是 佛陀都帮不了他 如果他不做 是吧 如果做 如果是可以 佛陀搞定 就会出问题了 是吧 是吧 有时不在外面 可能在内面 有很多人生的死结 不是在外面 是在内面 就是因为你这样看的世界 你就会走出这一个一个的死结 你就会在人際的交往上面 一样又一样的 令你回一转头的痛苦 这个是你怎么看人生 如何理解人生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不是你去做些什么 就可以解决到他 是在他内面 他自己去产生这些问题 给别人做没有这些问题 是他做有所 人是这样 所以缘起 就是因为你 所以你又有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缘起 即你能够这样去体会缘起的话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不是你出现就可以 把他所有的问题去拿走 他就没有了问题 一定要记住 不是这一回事 如果我们要用佛教去看 我相信缘起 所以我的出现 我希望作为一个正的真相 在他的痛苦也好 或者在他业劲里面也好 是我们会不会在这个缘上 令到他这个业劲 会有一些转机的 或者令到这个业劲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 柱缸 可能建立多些 不同的自己的生命 可以走的了 是这样的 但最终也要他自己选择 他自己走 这个很重要的 好 解答了一章 好 第二章 好 其实都是类似的问题 他说 如何令病者了解 今生做人的真正意见 其实不是病者了解 做人的真正意义 对吧 不是病了才要解人生意义 病了也不需要理解 对吧 你想想 如何才能令到一个人 理解人生的意义 如何可以理解 可能他的生活 或者自己个人的思想 各方面都很韻味的时候 那你就看他适合什么 你给他些什么 如果他适合简单一点 那你就给他一下恩过 给他一些人生的正确的信念 对吧 人生有很多正确的信念 对吧 譬如佛教说慈悲 关怀 对吧 那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会乖迷人家 因为世界缘起 因为相依 你和我 都分不开 既然分不开 好了 假如你不好 其实你要影响我不好 对吧 等于这个环境好 我们在这里也好 一样 生命是一种相依 既然相依的话 不好的东西 其实最终会影响给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 对人 有一种善意的 互相交往 透过这种正面的价值 这种相依 人所就要关怀 人所就要慈悲 所以不需要问 为什么我要帮你去主持 就是因为我和你相依 你和我不是绝对的分开 我们是有关的 所以在今天来说 不要说了 地球那边又亂化了 我们都死 我们越大都死 对吧 这就是相依 既然整个世界是相依的时候 人就应该在相依的关系之下 互相 令到对方都能够更加温暖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 你亦都要用这种态度和他接触 你亦都抱着这种信念和他接触 相依 就是这样 如何让患者知道人生无常 他误得清楚 他误得清楚 他误得不清楚 他误得不知道人生无常 误得什么 他误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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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 他误得清楚 他现在都病了 甚至觉得身份有威胁 他可能会很深深体会 但如何在一个人生无常的东西不走向负面呢 这才是难的 我们只能够有一个问题 要正确认识生命是无常 在无常里人所要珍惜 乃至无常是反应所有事物都可以改变 我们都要接受自己有很多问题 在自己的行为上态度上 乃至心智上都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 所以在这种无常里面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以去改变 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成长 所以人生无常夹着你就是我可以不断成长 我会这样看 只将人生无常和人可以不断成长 这两个字可以扣住来想 这样就不会将无常变得苦 只会是死了、无了、消失了的人 无常是意味着可以变的意思 无常的东西就是会变的东西 会变的东西都是变好、变坏的 我们怎样能够令一件事变得那么美好呢 我们要加一些正面的元素进去 包括如何正面去看人 正面去看生命、看不同的东西 我们要欣赏人随起 所以佛教是这样随起 随起就是好事 你越来越开心 因为这个又聪明、这个又聪明、这个又聪明 每个都聪明 你不要想我每个都聪明 是我不聪明 那你就死了 你都要欣赏 随起自己 对不对 你能够这样随起 佛教教你欣赏不同的人 要随起所有的人 但我能够随起我的心 就会快乐 我亦都能够不断去 还有正面的力量 让自己去成长 我欣赏你这一样 那我都学到少少 我最低是你会欣赏你 是吧 我能够知道很多人如何 于是我就在这些东西 我能够明白 这些是好事 这些好事是否影响我的思维 大家也说 你的业是怎样来的 和你的意业 会影响你的口业和新业 你不断欣赏人 你的意业便好 你能够有一个好的意业 你做出来的新口业就是好的 所以我们能够随起的话 我们就能够成长 我们就能够在人身上 去给自己更多养分 给自己更多养分 给自己去做得更好 所以在这里面 可以去这样看 怎样令患者可以平复 对死亡的恐惧 我想其实跟上面那个都差不多 人生无常死亡的恐惧 其实都是差不多 怎样令病者 用一个乐观的心情去面对死亡 苦难的无常 真是很难 哇 他都害怕到死了 怎样乐观呢 人不可以立刻去乐观 是吧 这是一个业来的嘛 你习惯了在这样看东西 或者习惯了在负面上去想东西 当你的一些不好的环境来 你根本就在负面上去 你怎样乐观点 乐观点 你再说下你乐观点 你再说下你乐观点 等于你自己都很闷 别人说你乐观点 别那么烦 你觉得有没有帮助 是吧 没有啊 你觉得你怎么没那么烦 我听到你发声 我还叫我乐观点 你不可以叫他乐观点 因为乐不乐观 不是你说他就乐观 是吧 不是说回来的 是真的在这里转 他将他看东西的方法转 他才能够有一个生机 才能够有一个正向 去出现在他内心世界 所以你要怎样 去让他看到一些正面的东西呢 是吧 所以当他病的时候 怎样乐观去面对死亡 和这个苦难 是吧 是吧 当你死亡和苦难都认定是不好 是吧 没有乐观的 你想想 哪有乐观 我叫你乐观 怎样乐观 我都怕要死 是吧 你没有乐观的 明白吗 但是在这里面 你对一个病人来说 我们说 不要这么悲观看自己的病 不要这么悲观看事情 一定走向最终的不好 我们要从自己的病上去看我自己的困难 会不会有什么得着呢 或者这种困难里面 其实有没有一些正面一点 可以想到的其他东西 你不可能 叫他乐观 乐不到观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 例如说 在感受上 你动不了他 你只能他在哪里要做 做些事让他开心一点 他思想不能乐观 做些事哄他笑 看魔术 说笑话 笑一下 笑一下就会开心一点 病的时候也不太辛苦 你不可能在他这个问题上 要他乐观 你不可能 因为他不是 你一说他就可以改变 所以你只能在一个行为上面 做一些事 令到他暂时忘记了 或者暂时放下了他负面的情绪 而有些娱乐 有些开心的事经历 或者给他一些惊喜 给他一些温暖 比如他不喜欢那些东西 或者很小的礼物 送给他 或者他很喜欢心经 你弄了很漂亮的卡 给他 让他觉得 原来有人去关心他 他就去自己感受那种正面 都会感受到 他就会从正面去想人生 都不是想得那么差 原来都有人关心我 都有人去 他还知道我存在 等等 所以我去看 有时候很多东西不是你 一定要处理他的问题 他说的问题 有时是可以不用你 有时真的解决 不是真的可以解决到的东西 那你就不要担心他 做其他东西 是吧 好 好 来到这里面 开始就问一下佛教问题 轻松一点 我可以 好 怎么证明呢 死亡之后会有另一期生命 有没有证明呢 燃量证明不到给你看 你看不到 因为你死了 怎么看呢 是吧 但比量 只从一个推理上 或者在一些凭死的人的经验上 又或者透过一些轮回里面 而仍然有的一些遗迹里面 等于一些人 你能看到 他一出生不久 就会识另一个语言 几岁就识了 没有人教过 没有人识 他都识了 为什么他识了 他父母又不是那个民族 你懂些不知什么语言 那些真的语言 这些例外的例子 可以当为一种轮回的坐静之一 又或者 轮回里面 我们不用一个这样的观念来说 我们相反会用缘起的角度来说 佛教缘起是说过去现在将来 不一定是要下世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生命的连续去看我们的人生 由没有到有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些东西 又没有到有 找不到的 只是由有到有 所以物理学也是这样说 由有到有 只是一种有的改变 你只是另一种认识的存在 又或者 在这些问题上 有关人死后的 但是 认识的问题 有没有灵魂等等 有没有下期的生命 都是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是用基本佛教的道理去讲解 因为佛教经常都会讲 业力其实是破诗 很难去讲 只要你不能够用一两个事件 就解释好 你做了一些事 所以就会有一种结果 但是我们也同时 我们会看到生命 不会是这样结束 不会突然梦了 不会有这些突然梦了 它只会一种转变 另一种转变 而这种这样的说法里面 你又用那些贫死的经验的人 翻转变 他就说 他见到自己的 有人救他 之类 他仍然有生命的延续 你敢知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看 他说 事问随人去修正佛法 那你想找个什么去修正佛法 想找个我 你的五蕴的肉 你的生命修正佛法 你现在当下的五蕴的生命 就是修正佛法 就是这样 你想找个什么来修正 你要找个我 里面有个我 来修正 是不是 是否想这样想 这是一个常人 以为有个我一样东西 如果我稍微接触佛教 我们都知道 我们生命里没有一样东西 叫一常主在 既然没有一常主在 自然就不会有这个我 但你仍然有一个生命的个体 生命的主体 的存在 而是相在 就是这个存在 而相续的生命的主体 正在所谓 书本上常说 反妄归真 是否真是佛教的道理呢 这是一个很宽松的形容词 就是反妄归真 就是把一些迷茫的东西 我们回一转头 把一些错误的东西 我们回到真实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宽松去说 要我们去找一个正确的 人生的路也好等等的东西 佛教有时候都会说这些话 或者这些用语都会有 那另一个呢 就会问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堂 哇 厉害 他说如果用心去修行 即有修有静 心是变化不定 他说如果没有上述的心去修行 即是说不会努力修行去改变现状 那我们通常说的那个心 就叫做是心非心的这个心 对不对 所以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堂 那个就是说 空得来 不是你所想的由 又不是你所想的无 所以那个心就是 不是你所想的那个心 而是在努力的那个心 或者你以为不努力的那个无心 所以两个都不是 因为这个呢 是说一种所谓要透过佛教 去体会那个空的超越 而不是执着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在一个思维上执着的话 就会将有和无 是与否执着得很实在 但是这里面所说的心 就是指你修正的同事 而不去执着的那个心 就是在金刚经常都说的心 应无所住而生的心 对不对 就是你不是去执着有一样东西的那个心 又不是等于不存在那个心 就是它存在的同事而不执着 就是因为不执着所以它能够做这种东西 它就能够去修正 它就能够去实践 它就不会颠倒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就在那个修正的时候 在实践的时候呢 你执着所谓努力 执着努力的话呢 你其实就是一种执着 乃至将你的努力那件事呢 变成了一件实有的东西 那跟佛教所说的那种原起 所以你的精神呢 就违反了 乃至你拿不到这个世间里面的实相 所以里面呢 即是一跳跳里面 就讲得这么深层的 这个是讲的佛教什么叫实相的问题 你跟佛教的实相去看 来到去达到对生命的一种觉察 对生命的一种这样的体会 所以这一种体会里面呢 就不是我们一般用现在有分别 有思维的心去看 如果用图去表达呢 可以这样看 我很多时间将心呢 就当为一样实在的东西 以为有个这样的心 它是常的 但是实在的心呢 就是每一刹男在转变的 是吧 所以如果用两个比 这张照片来看 这个就是一个电影 在移动的 是吧 我们真正的心 是在移动的 但是如果你以为 我们的心就好像 这个硬跳那样 以为有一个这样实实在在的心 的时候 这个这个心呢 就是无敌 所以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堂 不是好像自己所想 在你的思维 在你那个概念上面 所执着 有一个固定常住 这样的心 但又不是说 当你没有这个心的时候 等于 什么都不存在 又不是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 而又在变化的一个缘起的心 所以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堂 在说 佛教里面的空 缘起 没有一个实在的不变 这种根本的实上的精神 所以这个精神里面 它是想破 我们一般人 是用着语言概念 去把这个世界固定了 把世界一切的东西固定了 或者是概念化了 但是当你概念化了之后 其实不等同 缘起世界的真实 所以它要否定 它透过这些这样的方式 它想否定我们 在这个思维概念上面 去实在化了这个世界 而不能够将原来 真实的缘起世界 去呈现在我们 那个内在的体会上面 所以这个问题是 一努力 所以你刚才这个题目里面 所说的 我去努力 这样的话又执着 我不去努力 就不会做 其实你就是从了两个面去看 一个面就是 我去努力 你将这个努力的心 作为一个实在 好像你的观念所想的 就是一个实实在的一件事 叫做你所想的心 这样去执着 另一种就是 我不去努力 就连心都没有了 佛教不是说 要么是一个 好像你所想的实在的心 要么是你的心都没有 不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叫做是心非心 这个心 就不是你所执着 那种有或者没有的心 是一个这样的 真真正正缘起的心 所以我们说佛教里面 一定要扣着整个缘起的精神 来看佛教里面所说的 所以当你能够明白 这个心 就叫阴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 是吧 它不会住了 变成你所想的那样的 就是阴无所住 它就是一个每一撒冷 都是会生生中原 而燃起的一个这样的心 所以在这个中原燃起的心的时候 它是随紧不随应 所以应无所住 在它燃起的时候 的心是见到什么 它就见到那些 而不是在燃起见到之后 而它执着那样的 所以要不要住 就是这个原因 不要执着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请问 应用什么心态去修行 如何去把握 那就用金刚经那个 就好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就好 如果你说这些太高层次 那你用什么心态去修行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从五戒老老实实去修行 五戒到十线 或者来大乘六波罗吻当 老老实实去做 做的过程一定会执行的 你不执还是人来的吗 一定会执行的 你不是圣人 你不是圣者 你连地都没有 你说你初地菩萨 我都信你不执行 初地菩萨都执行 八地才是小碟 还有法执 所以我们不是这种八地 或是以上的菩萨 所以我们去一个普通人修行 就是很简单的 其实跟一些戒律 跟一些善的道理 佛陀所说的一些基本的道理 做人 做的同时里面 我们在掌握着 如何可以放下多一点的颠倒 将我们的盲点 在观念上的种种的错误 尽量去减低一些 这是一个普通人去做的方法 再配合提升的话 你一定要根据佛教里面所说的一些子观 是吧 透过子观里面 如何能够将佛陀所说的 无常苦空无可 这些道理 在大乘里面的空 遗色等等的道理 你透过在修行实质上去契入 譬如如余嘉行派 修嘉行位的时候 四层诗是识于实质 是吧 透过一些 是否来引发你的无聊资 ロゴ在íre老师 不然我未到那样高 dj rain way rotact patient 因为六波罗密多 也可以 cancer 因为六波罗密多 也有地前和地上 我们还未到达见的 必定有举办 地前菩萨 地前菩萨所做的一定有执 既然有执 所有的收入佛罗姆都是职责福德之良 尽量让我们自己不要执着 希望能够建立一些智慧之良 所以你要收入这个大乘的时候 心态就是以佛罗姆多去建立福德之良 透过这个建立得好 好了,我们再加行 在加行上我们才能引发我们更高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一般去修行的一些 可以想到的方法,应有的一些态度 好,另外一章,最后一章 你们需要退休啊,不用了 好,这一章他就问 可否不用佛教的字眼去解释 业给非佛教徒的朋友知道 知道了之后,可如何改变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改变 其实说业,你不喜欢说业,就是说经业 经业就是业,性格就是业 所以你说不想说业,不要紧 性格决定命运 对吧,性格决定命运 对吧,性格决定命运 对吧,这个就是业 所以你不想说业 其实你可以说人的经验 每个人都有经验累积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如果累积一些负面的经验 人便做得负面 对这个世界便不信任 对人不信任 相反,以能够累积一些正面的经验的时候 你的人生便快乐些,开心些 你可以用这一方面去说 如果不信,不知道 那怎样去令他有什么方法改变 我想透过人,透过教育 透过价值观的培养 人是会改变的 如果你不想说佛教所有的东西 你其实要着重的是 人如何去学习 现在都说终身学习 你怎样去学习 怎样培养一些正确的价值观 其实都跟佛教没有关系 这两句就等于精进 好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正见 你用什么方法去达借 好,接着另一个问题 他说如何将轮回简单解释给非佛教的朋友 物质不灭定论 这个世界只有由有到有 不会由有到无 又不会由无到无 所以我不相信人会死 之后什么都无 对吧 生命就是一个延组 所以延组 另一个 可否上乡 是否 若否 为何不好 上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问一个问题这么奇怪 可否上乡 上乡 意思是说佛教会进行上乡 佛教会没有问题 上乡 上乡令到人家的心神会集中一点 朱元柱会清醒一点 没有问题 是吧 又不是让你上乡就迷信 除非你觉得拿着朱香就不表示迷信 是吧 又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就是你要改变 只要不等于迷信 对吧 只要拿着朱竹就不迷信 对吧 只要拿着朱竹就不迷信 就不迷信 只要拿着朱竹就不迷信 这样就不迷信 这样就不迷信 对吧 排位的功用和目的 排位是什么功用呢 什么是排位 这个排位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说在水族法会 做个排位 是不是 这个排位 和祠堂做个排位 祠堂也做个排位 那有什么目的呢 祠堂的排位的目的就是 神中追缘 是吧 就是这样 令子孙去记住 你的先輩 在社会 在乡里里面 做了多少正面的事 先人建立 你要珍惜 或者是功德 对这件事 去返回归 是吧 就是这样的作用 如果有些说 不是啊 佛教里面 有一些 写个排位 去做功德 那究竟那些是什么目的呢 那些就是希望透过 这件事是返向的嘛 返向去帮助他 令到他能够消业障 乃至能够令到他菩提增长 是这样的 因为是返向 那些返向呢 就讲空了 因为空才可以返向 如果你说修行返向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 有些人 是对佛教的根本精神 其实不太明白呢 所以对这些东西以为 有迷信 诸如此类 我们基本上 返向是怎样说呢 在六波罗蜜多里面 依波野波罗蜜 将前五样 布施词界一路到时定 这一个所做的事 转向成为无双菩提 就叫做返向 对不对 就是将这个本来做的行为 只是一些这样的善因 就会有善报 这样的方向 但是现在我们不要这些方向 将它改变成为一种智慧 这样 所以就叫做返向 所以这种返向里面 就是因为有波罗蜜有智慧 去做返向 我们所做一切的事 就会转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一个 最终能够达到一个圆满智慧的基础 所以透过这种返向里面 第一要说就是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空 由于空的话 它就没有一种实在性 它都是由中原 而令到它产生和出现 所以透过这种般若智慧的返向 就能够在一个现实里面 我们所做的福报的事 改为一种智慧 所以我们大乘修行的人 修路波罗蜜多 如果你不将智慧转向 你也挺麻烦的 为什么呢 你只要等一些福报 来给你探望 你转向不了 你越做得多 六波罗蜜多 是否即使越积累 多一点的福报 这些福报 要离回一个世间去 接受 所以你一定要用这种返向的心 无执着的心 将你所做一切一种功德 你要能够空它 你能够空它就是一种智慧 所以你做多少的布施 多少六道里面的一个实质的善行都好 你能够透过空 这个波罗的智慧将它转向的话 于是乎你就不会去执着 亦都因为这种转向 你才能够提升 你变成一种圆满的智慧 无执着的智慧 无陋的智慧 你才可以得到 要不然的话 你越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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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了 我们同时就回向 我们不是要求一种自己的福报 而是希望这一种善行能够资助 能够帮到不同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一种回向的心 是吧 所以透过你做这种善行 做什么善行 我去寺院里面写个牌位 通常都要你布施一百几十 乃至三两百元 是吧 于是这三两百元要来做什么 要来做什么 要来做什么 就是在一个寺院上面要来做什么 要来狼发 要来离身 是吧 于是藉着寺院里面修行的人 那么智慧和力量 将善这种行为 去回向给这个六度一切的众生 资助他们的菩提 去改变他们的业障 于是透过这些出家人 他们自己在这种日常的修行 这种智慧 乃至能够将你布施尼的物件 或者是金钱 能够用在一个对整个世界 乃至社会上正面的善业 而积累的这种力量 去回私给这个六度里面不同的众生 令到他们的业障会改变 这是我们在大乘佛教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回向 因为回向精神就改变了业报 所以回向业报两者是同时看的 如果只看业报的话就很惨 没有希望 你看看 善恩善果 外今世坏 下世更坏 下世更坏 看下去没有出新天的机会 是不是这样 如果用业报的轮延去看的时候 今世都不好 下世都不放好 下世不放好 再下世都不放好 是不是这样 因为有菩萨妈 菩萨就能够将他所做的善意 回向 他的介入菩萨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将我们这种逆境去改变 将我们这种可能的 不理想的因果的关系去扭住 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的缘 让我们有一些改变 就因为他们做了一种无尽的善意 而又回向给世间和众生 乃至到我们世间和众生 都做了善业 同时都要学习去回向 但我们都回向不同人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能够写的心 没有一个能够超越这种 般若的心 空的心 于是我们往往自己执行 所以我们就给布施的自愿 让他们不执行 进去 是不是 要不然就没能够全装 所以透过出家人修行 能够有一种智慧 和有一种承担 才能够将这种可能实现 所以你要这样看 否则你所做的排位变得很迷信 一般人都迷信 没有迷信 但他迷信 同时是他个人迷信 但他那一百元二百元 放进去自愿里面 而去做的一种功德 由他们运作的出家人 就不执行 所以就有功德 就可以回向 但给你做 做完就是你执行 执着自己享受 自己想的 所以一般人 你叫他无执是难 所以有修行 有实在修行的人 才能够可以在这方面做得好 世俗的人 明必可以 如果你可以 没问题 你都可以回向 你要做到这些 你的心 就是有这种智慧 乃至你有这种定力 各方面 你就可以回向 所以这个人要回向 有基础 不是说 我有回向 他有回向 他有回向 不是的 你回向不到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证完经 就叫人回向 那些证完经 回向 人家的心态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坐在这里 证基他可以 证基他可以 证基他会有功德 他就因为很有功德 坐在这里做 证完之后 回向给人 他最后最后就不论 有怪 他到以为到底 不论 他的回向 因为 证基他不论 因为他觉得 相爱没有 我以为 他会 becoming 所以 亦也是 同umuz 是彼此学佛 人 他对佛教的 道理 掌握 他进出了其内一些 于是我们能够在这些地方我们能够好好去体会佛教精神 你发觉有些好像在做的佛教里面现实的一些活动 我们可能不太明白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误解 但是这种误解的话是需要我们自己都要多给时间去明白 另外他说历劫历势冤亲债主请问现世如何化解 历劫为何到现在才去化解 为何不在当下解决再加上业即永没有完结之事 幸好我刚才说了梅香 有完结之事 第二是如何化解呢 其实本来就是空了化什么意思 你执着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你越是执着你所做的是善 所做的是恶 你越是多问题 所以我们要看这件事的时候 要化解呢 唯一做的就是改变你的行为 做善 在善的行为上面不断努力 你就会化解 为何我刚才说过商医 人生就是互动 世界互动 你不断做善的话 你就会回向到它 你就会在商医之下 它就会受着你的影响 都会得到一些利益 这样就化解了 是吧 第二是如何化解呢 报了就化解了 分明 你做错事都要接受的 做人要均真些 做了错事又不想接受 就只想去化解 化解就推了人 不是的 你也要受 这是一个自己要明白的 你来到一生 其实你一生就是一个结果 你也要接受 所以我们去学会接受自己 学会接受 明白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去信 一些所谓的宿命等等 但是最低限度 我们也要接受自己的 现在的情况 后果接受里面 再加一样东西就是 我觉得 在佛教整体的思想理论上来说的话 你做善 是一个非常之有用的东西 如果你从道理上来看 第一 做善行的话 还有善因 是吧 做善因 你觉得善过一张图 对不对 对不对 第二 做善的话 同时翻入去的东西 是善的 对不对 翻入去的善的东西 就会影响 这个在维星上说 所谓除了分身 翻入一些新的善之外 它还会连带影响你内在的善 令到善更活弱 令善更活弱 令善更活弱 便好 对不对 于是善是活弱 相对恶是怎样 恶是受到抑制 对不对 这样就会化解 你想想 对不对 你越是做善 你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影响你的善 乃至到你积累的善就多 于是乎就算有逆境 有不好的东西 也好 你的善都保得住 这是很简单的 例如你要破财十几亿 如果你是一个穷光弹十几亿 你现在命都没了 不是了 我世界首富十几亿 算了 这些对于你现在影响很少 对不对 所以你的福报够够的时候 就算有一些这样的业步来到 其实根本在这个福报的承托之下 这个业步可能承受不会很大冲击 所以不断积累这种善根功德 这是一个最好的人生的一个奉献 就是你没有病 有病治病 没有病都是无身 是 不服劲 例如来我们要做医改促 如果不是违信 这是事实 要寻入你越独唯悉的理论 你越用了 你越用了 但在你中共老百不理 真的就是 combined 回回你自己的生命 既然明知做不好的事都回回 那你只問你怎樣做 要做好 所以你要化解 要報 為何要來加資格 要才報 一年成熟 為何以前報 一年未成熟 就是這樣 另外佛教的大型法事 是否可以化解 業及其他因緣 我們說不是絕對的 我們是盡人事 我們是良好的業縣 共業有時候走不走 很難搞的 現在搞出來的地球暖化 等等大的共業 你能走得掉嗎 走不掉 地球暖化你一個人做 做了一個都做不到 全世界 全世界五萬六個地方 一齊頭條都寫地球暖化 是不是 不要緊 所以我想在這裡 我們要明白 有關這個問題 好 另外 修行即善可否令以上改變 行了 有人回答你了 嚴世香港人可如何修行 什麼香港人修行 特別的 原來都是這樣修 最簡單的就是五戒十善 不要好高無怨 最簡單的就是做好自己當下 看著自己的心 最簡單的 你能夠看著自己的心 就天高很多了 你肯看一個月 包你變成聖人 真的很多 你肯看著自己的心 一個月 看著自己 知道自己行著著漠 都在了解自己在做什麼 你有少少問題 那一刻就已經 把我放下 你是看到自己的心 移動去 看到自己的心 做一些不好的事 你就看到他 然後告訴他 不要做我 他就乖乖地 就是你要有這樣的正念 所謂 所以能夠用正念去幫自己 在日常裏做一些戒律 各方面的事 其實是會相得益張 這樣就會 那怎樣提升智慧呢 讀經 讀經 讀經是會提升智慧 將經典裏面的事 我很多時候都在經典 將經典的事 都放在自己人生上去想 沒有那麼複雜 套入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當你能夠套入自己的生命去看的話 你就會很多事都明白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有什麼用 這樣做對於你來說 可以處理到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你要提升智慧的話 是幾方面要做的 第一要學佛 你要讀經 第二要真正的提升智慧 你要坐禪 透過坐禪裡面 將佛教裡面 佛陀所說 如何觀無常 你觀一下 如何觀不正 就觀一下 如何觀苦 就觀一下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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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能夠觀到這些無常苦空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世間的一種種種放不下的東西 你會容易放得下 這個能夠放下的是什麼呢 抉擇 抉擇就是智慧 佛教教的智慧就是一種選擇力 抉擇力 我們一時做不到就是因為在煩惱上 我們放不上手 決定不到 心又想要 但這件事又不對 在那裡 糾纏不清 最後就是拖禪大水 自己都受了種種的苦 所以最重要就是如何去抉擇這種種的東西 所以透過這樣的處理的話 是會幫到我們去在智慧上好一點 所以你學佛的時候 不是就這樣背了一些經 就這樣讀一些經就算了 而是將它論點消化了 明白它為什麼要這樣說這些 說這些事情 與你自己的人生有沒有關係 其實它每一句都在講你的 是吧 如果你讀佛經就覺得很久 你會發現 你很容易明白人的 因為它在講的東西 就是你的心 就是他的心 他的心就是他的心 他的心就是這樣 你的心就是這樣 是吧 當你能夠明白人的心是這樣 你做事是不是比較容易 有很多事情你都會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在一個選擇或一個方面 你就會覺得智慧會更好 終於搭上三張之下 好 如果我沒有想 你覺得我還有其他問題想講講 或者想 希望能夠到即時會問的 是 是 帕先生你好 我有一些關於佛經上的問題 我自己也不認識 就是說 在《金光經》裡 就有一個 《凡所有相》 《皆是虛望》 《皆是虛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 現在佛堂教我們 不要撿死一些相 但在另外一些經典裡 又要我們去掃畫一些佛像 掃畫一些佛像去供應或者去化 我自己在這裏 我自己搞不清楚 會不會有一些矛盾和迷信 我自己請教授 《凡所有相》都是虛妄 當這個相本來是這樣 但你以為它是一個固定而實際上 這個固定而實在的相 去哪裏找出來呢 當都沒有的時候 是不是都虛妄 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虛妄 因為我們在用著 有概念的心 去看一個世間的事物 當我看下去的時候 我就用了概念的實在性 固定化 來看眼前的世界 於是你以為世界 或者眼前的事物 就是好像你所見 這樣就是它那個特徵的話 這個正正就是一種虛妄 因為它是這樣的 它是一種不斷在變化的過程 但是當你一看完之後 你在你的心裏面 就會轉化成一種固定的概念 所想的那種相 它就是這樣一回事 等於我和某人經歷完之後 覺得它是好一 那我就會起了一個相 這個是好人 那我就起了一個這樣的想法 但當我這樣改變的時候 誰知道來到這裡 它不是好人 是吧 於是它不是好人的時候 我還要用一個好人的相 去看它 那這個時候 加在它身上 就是虛妄 又或者這個人 我覺得它是好人 其實又不對 我覺得它是壞人 都不對 它就是一個人 它又是時好是壞 你說它是好人 又可以 你說它是壞人 你說它是不好人 又可以 你說它不是壞人 所以你落這個相 就會變成了一種固定 但現實的事物就是緣起人 緣起的話 有時會善 有時會惡 根本它不是我們所想的 那種固定 這件事你要再細緻一點再想 可能有些人聽到它會很困擾 因為這個問題來到別人困擾 因為它沒有想過你所說的 這個凡所有相 當然是虛妄 你覺得不是 我的相很實在 沒有問題 善有善相 我沒有相 沒有問題 對的 但現在我們說的是 從一個更超越了一個層面去看 不是一個世俗的層面 世俗當然是有世俗的善 世俗的惡 我們一定要根據這個大的規範 來在社會裏運作 不可能不跟 如果你不跟 在社會上跟你根本無法 只可以溝通 人家說善 你說不是 人家說也不是 會有問題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 世俗所謂的善 不是真是他所想的 這樣固定的實在的善 如果你說的是一個好人 我們同時會知道 他都會做些不好的 是吧 如果你說不是他好人 什麼都不好的 一定不會做 因為你有問題 不是他有問題 是你有問題 是吧 你想想 一個最好的人的心都會抹 是吧 因為最壞的人的心都會善 是吧 所以你怎樣可以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所以他就說 一撒冷他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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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撒冷他平常人 是吧 是吧 之外 他其實在這裏 是要從聖者的角度 一些有無陋至菩薩的角度去看 去提示 我們不可以這樣執著 好 還有其他朋友想 那些新聞呢 就是菩薩教人沒有說有能力 但又沒有個人因果報應的說法 也沒有靈魂的 如果是這樣 我做了很多壞事 我怎樣大業往生呢 人死了之後會轉中陰生 中陰生又是什麼呢 因為我做的壞事 我住在哪裡 怎樣大業去論會呢 我們在我們的基礎過程中 沒有絕對個人的報應 就是說這個報應不是你一個人的 我們現在做的很多行為都是共業來的 不是你一個人說要這樣做 你自己做了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吧 所以你從出生到現在 有很多規矩 有很多在社會上 大家覺得要做的某些行為 或者認為是合理的行為 不是你由你一個人決定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共業 是吧 在這樣的共業影響之下 就會有一個共業對於 一堆人的一個結果的影響 所以當我們在一生裏面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受到這種的結果 其中一個影響是共業 不是純粹你過日的業 所以我在我的基礎課程中所說的 是沒有純粹過日的業 不是表示你個人做的事沒有影響 是兩樣東西都有 即是說你有個人的業 也都有共業 加起來就是你現在在受的結果 所以當我們現在在受的結果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單向看 這個我自己一個人做出來的 這個不對 如果你說不是 這個只是共業 又不對 是兩者綜合狀 所以你又在這個世間裏面 我都在這個世間裏面 我有我個人的東西加上共業 你有你的東西加上你的共業 於是你得出你的結果 我得出我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是想去將那個業力去看法的時候 以為純粹是個人所做 而來的一個業報的結果 這個不是純粹佛教的看法 佛教不是純粹看個人 他同時會看到你的個人是受整體的共業 所以在這種牽引之下 而有個人的業 這種業不是純粹個業 你是受到一個共業 主要是你個人 在兩方面的影響之下 而有你自己的業 有你自己現在現状的結果的影響 所以我們大家可能在這個世界 但我們都有一個類似的共業 例如大家在香港 我們都有一個類似的共業 但你做的事和我每日生活都有不同 於是這樣加起來的話 我們大家的結果就會有不同的影響 這就是我們在過程中所說的 沒有一個純粹個人的業報 所以大業往生 就是指你在一生裏做了很多事情 這些行為 是因為你在這個大的環境之下 而令你人發的行為 如果沒有一個大的環境 你未必會在這裏面 是吧 這個大的環境裏面 不止你做這些事情 還有其他人做類似的事情 是吧 但每個人類似做的時候 可能他的心態都還有不同 有些人在這個共業影響之下 用一個善的心去做 有些人用一個很惡的心去做 是吧 有些人用一個很清… 用一個智慧的方法去做 有些人用一個很迷惘 很愚痴的方法去做 於是這樣而來的 所帶來的業的影響 就有不同的結果 和會面對的一些 他自己繼續發展的生命的問題 乃至到我們會說 你過去所能夠帶來 你現在生命擁有的東西 你和我都不同 是吧 於是我既然有不同的話 我如何回應眼前的世界 而給我的這種潮流 乃至到這方面種種的業力 去影響我呢 於是我的作者的反應 和你有不同 這個才是佛教所說的真正的業力 所以業力是不可思議的 就是這樣 因為太複雜了 複雜也不只是你想 三幾個問題 找到一個原因 就是這樣了 業力這樣 那不是這件事 是算也算不定那麼多 沒有法子計 所以才叫業力不可思議 你不要想 不可思議 我去想 不是你去想回來的 不是用法去講得到 計算得到的 這就叫業力不可思議 所以業力是帶有神秘 佛教領的業力 其實同時都帶有神秘 不是你所見的範圍 就等於全部的業力 不是你所知 就等於全部的業力 甚至於業力 是牽涉到過去的人類影響的貢業 我們現在很多習慣都跟過去的人類有關 這些習慣都影響到今天 我們就無條件接受 繼續去做 這些行為、思想、價值 我們都在做的 每一個民族 有每一個民族特殊的價值觀的人 是嗎 這些就是民族的貢業 是嗎 你放在另一個民族裏面 這價值觀不認同的 甚至不會這樣做的 但你偏偏是這個民族 你就叫做 你會跟這個民族的大的框架 會是非或是好物 繼續向著做 但這些行為就影響你個人 你沒有辦法選擇 也有些人選擇 我不跟這個共業的 那些就叫做反叛 是嗎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很反叛 其實他才不跟我們的共業的框架 我們大家都以為 對的事他說不對 他不做 我們人人都以為這樣做就是合理 他正正就不肯做 是嗎 這個可能是別的 他不肯做 他的思想和他意外所帶來的東西 和這種價值觀有一個很強的矛盾 他就會構成一種很強的反叛 會這樣 是嗎 是嗎 是 我想老師解答我一個 明顯清楚說的見性的問題 見性 見性不勝不虧 我想指怎麼解 他不在裡面舉幾個例子 觀河 或者聽宗 聽宗染上 他說見性不歸 為什麼可以說到見性是 為什麼不勝 就是 武當武少 武當武少 是到你死了到下一世都見性是沒有 就是不會有改變 OK 好 見性 這種見性等於見真實的問題 因為性也是一種真實 我們見到真實 真實就是沒有多沒有少 諸如此類 這樣的觀念 我們都會看 就算用其他佛教中的宗派論看也是 我們的真如 你以凡夫來說也是真如 你成了佛都叫真如 這個真如不會因為你成了佛 就會多一點 不會是一個凡夫 就會少一點 所以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 真如是什麼呢 或者所謂見性 這個性 所謂實相 或者佛性 這個見性 有些人會說佛性 佛性 佛性 如果再追溯早一點 佛性 其實就是 真 就是佛性 後來也叫佛性 其實就是諸法的共通性 事物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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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因為事物的變化 如果的共通性 就會多到一小作 因為事物的共通性是什麼呢 如果再看下去 它就會說 事物的共通性就是空性 空不是由造作而來的 不用造的 不用造的 都是空的 因為眾元和合造作 所以事物就是空 空的這種本質 是不能再加減的 空的這種狀況 不能再加減的 你是空的這種狀況 就是因為眾元和合 而是空的 所以 你這種眾元和合 無論你是成佛也好 你是一個凡夫也好 其實 我們的生命 在眾元和合造作的有違法上面 去顯示 但是這個空性或者佛性或者見性的性 就是那個真實的無違法 無違法 無違法其實不是一件事物來的 因為任何存在的人的事物 都是一種由眾元造作而來的東西 於是造作就會增減 就會有轉變 但是 這個變性的無違法 它不是由造作而來 它是本而 就存在 就等於 有違法的事物 為什麼是空 不用造出來就是空 有違法就是空 所以空的那種狀況就是所有事物的共通性 於是在這種共通性上 無論它在什麼環境 這種事物其實都是這種狀況 都是一樣的作為一個根本 所以在我們所說的見性 就是看到這種諸法的實相 無論它是一個聖者 無論它是一個普通人 這個法本身的真實情況都是一樣的 所以既然是一樣的話 就沒有所謂真假 沒有所謂多謝 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會否明白 都會說得比較 就是 他舉個例子 他跟那個黃帝說 那個鵝柳 經的鵝柳說 他有 健身無增減 代表我 我的 心靈 根本就一直 到以後 都會無增減 所以我想問清楚 究竟我沒有理解那樣的 它各種無增減 其實不是你在一個世間上 看到事物的那種增減 那種有沒有增減 真的 因為你如果用一個現象界的事物 既然變化了 為什麼沒有理解 不會有些多了少了這樣的想法 都會有一個變化 但是這裡的無增減 就是因為事物的本質 從一個實體上面去說 事物的實體 我一般來講 就是那種空 空這東西 它不是一樣東西 即現象界的有違法 種種的造作 這種造作本身就叫做空 所以它既然是造作 它就會是空 當世間的事物 依這支筆是造作 它是空 這塊板是造作 它都空 這種空和這種空有沒有分別 這個都是造作而來的 而叫空 這個造作而來又叫做空 於是 世間一切事物都是這樣造作 而叫做空 這種空在不同的物件 不同的有違世界上 都是那種空 於是這種空 無論你是所謂的聖者 無論你是一個凡夫 其實都是那種空 既然都是那種空 就不會增減 都是那種空的狀況 所以見性 其實就是要見到這種諸法的實性 能夠見到這種諸法的實性 我們就會見到無真假 意思就是這樣的 所以你要體會 不是真的在數量上想它 怎樣是真不真假 而是它會明白 任何的現象界所依的那個本身 就是這種空的實相 這種空的實相 我無論在哪一樣東西上面 其中一味 都是相同的 那種空 既然都是那種空的話 我無論在太平洋上面的 大西洋上面的 大致香港上面的 事物 它都是那種空 它不會因為這樣 會多了些空 或者少了些空 空就是空 這樣 所以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能夠體證到的話 你就會知道諸法並沒有我們所想的真假 常或者無常 一切的變化 因為我們用這個去看的時候 一切的事物 我們都在用一個這樣的概念去看它 一個有為這樣去看的時候 這個並不能夠見到那個事物的真實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增減 其實就是因為你覺得它是實在 實在的東西 所以就會有變化 由你所觀察到的種種的現象 但是真實的事物 既然是我們下面所看到的話 它是每一剎那都沒有自己 每一剎那都沒有自己 沒有你所想的這種實在的相 因為我們說一切相 為何是虛妄呢 很簡單就是說 任何一件事呈現在你眼前 正正就不是它自己 就因為不是它自己的縱緣 所以形成就被你看到的基因明 所以你看到的這件事 正正就不是它來的 這是我們看一切相的特質 因為它是由造作而來的相 造作就是由因緣 就是種種的因緣造作 所以你看到這種相 所以這種相 只是種種因緣造作的結果 並不是它那個真真正正的本質 所以當我們去看任何相出現的時候 這些相根本就沒有自己 任何事實都沒有自己 因為它每一剎都在改變 而沒有它自己的所謂 我們所想到的實在或是常住 當你能夠將任何的東西住的話 你就將它變成了常 這樣去想 所以為何剛才講的相是無相 無住 就是因為一住的 你就將它停留在某個觀念的實在上面 但你一這樣實在的話 這個就不是它的相 而你看到增雲一減 正正在這一種住了之後去理解 而在這種住的相上面的背後 其實每一實都在否定它自己的相的存在 而這種否定它自己的存在 就是那種無相的相 就是我們一般叫做空 所以這種空何時都存在 所以你從坐在那裡聽到現在都是空 但你不會這樣看 你會說我聽了一些東西 我好像多了一些東西 我好像放下一些東西 你會好像有增減 明白嗎 但這種增減的相 正正就是一種我們的執著之相 而繼著增減 但當你能夠有這種智慧 所謂見性的一種波形的智慧 去召見它的時候 你會發覺每一實 念念生滅的時候 根本就是一種無相 無相就是一個真實的相 既然實在相就無相的時候 何來去看它增減 增什麼在哪裡 減什麼在哪裡 它連相都沒有去哪裏加你 去哪裏減你 你這樣看 我希望你會想得好 寫 但你要體悔這件事 其實你要再多些 去理解佛教的不同的教義才行 因為葬秋這個概念去把足 不是容易寫的 你要累積多一個整個系統去體驗 你才能夠體悔得深一點 要不然你就這樣說 你就這樣看心經也是這樣說的 不增不減 是吧 都是這樣 都是用一輛筆下去的 你看中觀 都是百筆 不來不去 全部都是不來不去 都是這樣 其實那個看法都是一樣的 因為你一不筆 你就是針 一是二 是來是去 全部這些相都是虛亡 都不是那種實在 因為它本身顯現的 正正就不是它自己 它自己就是這種無相 要無相 我們要見到真實 見到它的空 所以這裏要再深入去體悔 如果不然三幾句 未經你不去立即去理解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是 我想問 有個基督徒 他信了很久 他說他一祈禱 就見到一些鬼 見到一些鬼 他真的會去睡覺 他真的睡覺 很樂 很多事情都不想 另外 他自己對食物的要求 他的生活要求很高 很多事情放不下 那如果在這些方面 可以有什麼要幫助他 他一 怎樣見到鬼 其實如果我見到鬼 就不要騎 很痛苦 因為他騎不到肚子 真的很痛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他要問他自己 你為什麼在其他時候 那麼害怕見到你 你問他怕什麼 他真的有實質的事情影響他 他見到也說他來騙他 你說他真的有騷擾到 令他身體出現問題 只是起一個幻覺 而他覺得很害怕 所以我不敢 怎麼走下去呢 這是第一件事 你要搞清楚他害怕 是因為真的有東西 直接影響他 所以他不敢再做 假如他相信的話 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話 其實他應該有信心 對於他所背的 或祈禱的 應該有些正面力量 他不需要擔心 如果他是叫徒 是吧 因為這件事一定是 他跟神同在 他不怕 有什麼給神更兇 你說吧 沒有吧 最大解決了 應該不需要害怕 這個我覺得他心理上 要放下一樣的事 第二就是他吃東西也很高 是 生活有些細節很老 但他去山區行 我覺得他應該要見多些 因為他見得太少 他在自己幸福環境裡 是吧 於是他所謂的要求這麼高 他自己的生活 或自己的能力 負擔不到的時候 無法治療 因為慈禱麻煩 其實現在是他自己的活動 復限他很多東西 還有有時候有些東西 例如看電視是一個接收的信息 有些噁心一點的 家人都不想他看 所以就復限他 就像一個很小的環境 他自己來講 就是接觸不到這些 其實他都有點想住 這個其實就是緣起 為什麼 他的家庭這種環境 令到他變得這樣 他的家人互動 而令到他寵懷了 正正就是緣起的 最好例子 他媽媽不改 家人不改 他永遠都沒有出路 所以要有出路 就找家人去改 家人不是這樣保護 他便可以接觸多些東西 他便正常一點的生活 現在他不是 他不正常的生活 可能保護了很多年 當你這個保護 可能少些 就出現了另外一些 他適應不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在這裡面去看 如果他家裡真的關心他的 他應該是重組 究竟他家人 怎樣跟他之間的互動 其實可以歸了一樣的 其實我們去做輔導 或者跟我們談的時候 其實你都留意一件事 就是他跟他互動的 一個生活圈子的東西 即是他的家庭 他的朋友等等 有些問題 不是在他身上 是在他的家人 和他的互動之下 才發生的事 就是因為他的家人 所以造就了這個問題 等於我們說 看到一些小孩子 哇 重到壞了 或者搞到什麼能力都沒有 其實不是那個小孩子沒有能力 是他的家庭 這個和他生活的模式 令到他沒有可能發展的能力 等於我們遇到一些病人 亦都有機會 他可能在他的家裡 或者是他成長的環境裡 和他這種 互相緣起的互分 令到他的問題 會走出很多東西 他的情緒 他的思維 乃至他個人的種種 對他生命的恐懼 各方面 可能都會在這種關係裡 我們有時候看的時候 更加要闊一些 更加要理性一些 要看全面一點的東西 不要那麼容易 讓一些判斷 不要那麼 和他去辅導 因為大忌 就是什麼呢 不要跟他下主意 千萬不要說 你怎麼做 你怎麼做 千萬不要說 因為他已經沒有能力了 你還要教他怎麼做 他就整個人都趴在你 對的東西 就說你真是好人 不對 你吧 你害得沒有 哇 很多人害怕 所以這件事要小心 因為他很脆弱 因為你去輔導人 他本身是一個很脆弱的人 他很容易就是 希望假守於人 幫他解決的問題 所以當你去做一件事 你一定要很誠心 這個不是解決辦法 不是啦 你不夠慈悲 不幫他 而是幫他不到這樣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他是要自己 真真正正正 對自己的情況去解決 是吧 乃至在他自己的環境裏面 建立自己的能力 去面對自己的人生 這個才是你想跟他 去接觸的時候 你希望會達到的一些情況 而不是你這麼多包袱 揹著這樣走 你揹得多少包袱 你揹不到多少包袱 是吧 OK 我們來講一下 我認識趙老師很久 不過他不認識我 很久之前 我在智蓮 在那個時候 你遠見他 所以他不知道我是誰 但我知道那個人是趙老師 他一直在我心目中 很尊敬的一位師長 他一個很出名 很特色的一件事 他能夠把佛法講得很生動 很實用 這一個不容易做得到 聽完之後 每個人都覺得 心裏面有得著 是吧 是 這個又是不簡單的 我從來沒聽過他說話 我今天 我證實了 為甚麼呢 我聽完說了這麼多之後 我有一件事 我很特色 迴向那件事 嘩 我當課整個東西 他不說我也不知道 他一說完之後 我心裏面有一個感覺 我心有起 心有光 怕不怕 怕 師傅需要你們幫忙 支持一下 在背後撐著 行不行 行 能夠在一個課程 一個開示 一個教導裡 找得回自己 令人找得回自己 這個要好友好友 不只是知識 技術上面的智慧 或者是學識 完全不是 除了這些之外 心 如果一個人 他不是看透我們每個人的心 他不是通了 他要說的法 是絕對做不到的 趙老師完全做得到 現在我們最不要介意 因為我們 在一個小島上 回向的人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没什么能力去买一些贵重的东西 但是这个是我们一点真心 不管这个心是常住的也好 是空性的也好 此刻都是常住的 以后会变成 如果就先看到当天在那摘 这些心的朋友那份叱成 他一定会说哦真的不可思议 每一下都是见大家的心思 都是表达大家的敬意 希望赵老师能够明白 能够感受到 在他的身边原来还有很多人很需要他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